你那么自己是我辗转翻车 少轩 你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多久 小小 我真的好爱你 我爱你 少轩我不是叶娇娇 少轩 我不是叶娇娇 你的孩子都已经两个人了 不过你放心 三点 几个圆墙 我量他的手 没办法 没办法 秦小轩我就是叶芷秋 走走 来 来 你都是让我爱你 最后却梦想睡不觉 是我不小心有碎了夜的光 还是你眼里太穷 失去方向 跌跌撞撞的装修一道微墙 把自己为期待 我会留下 昨天晚上不是在焦焦那吗 怎么出现在叶芷秋的房间 叶芷秋 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了什么 我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里 少轩你昨晚喝多了然后 我给你 我给你 你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骗我陪你同床吗 叶芷秋 你现在说谎越来越不动脑子了 少轩我说的是真的 你昨天 你骗得了奶奶 骗不了我 看好 喂 少轩哥 找我什么事 昨天晚上我去没去过你家 但是我怕姐姐会多想 所以就给你送了回去 我知道了 叶芷秋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少轩 我不知道昨晚是不是叶芷芷送你回来的 但你真的给我 叶芷秋 你要是想男人了 就出去 别再让恶心我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敢用这种方式骗我 我就把你做什么 送到一百个男人的床 张医生我真的怀孕了吗 你已经问过很多次了 后面还有病人要看病呢 那我想问问 海市有哪家医院布归新家 新家是海市最大的医药企业 星总是不知道您怀孕了吗 我算是还不想 你怎么张医生 这件事情还麻烦您保密 另外安排一下手术室 把孩子打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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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不要打掉我 我们的孩子 我跟你结婚三年没碰过你 你说是我们的孩子 孩子真的是你的 如果你不相信孩子出生之后 你可以带他去演DNA 如果不是你的 我愿意带着孩子进这出 再一次来打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 跟别的男人乱狗 给我戴绿帽子 然后告诉你 怀的是我的孩子 对吗 叶芝秋 我告诉你 别给我说话着 只要你敢从医院里逃跑 我有一万种话 你生不死 我不能回学 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 小学 你不是想跟我离婚吗 只要你答应我留下这个孩子 我可以跟你离婚 成全你跟叶芝秋 可也不让你们在一起 结婚三年 你怎么该放手 上车吧 跟我之间聊 你知道我想留下这个孩子 所以故意用这种方式 逼我跟你离婚 对 没有你那种失望的 我看 别去洗个澡 这么走 好 小 小学 我知道你不爱我 三年了 就算车时 都也没溢热 不过你不能知道 当年的一切吗 我让你 想把你弯 见到 在关城的电影 只打算 尝尝天 小学 我想你 我 小学 我不是叶娇娇 你说过你会一直爱我的人 能不能够 我 死都没人 世纪 你从没人 你 你 第一次的迷惑 你才能把我认识 叶娇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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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先忙 要孩子的事 你还得催促他点 奶奶 是知秋不想要吗 怎么回事 还不想要孩子 奶奶 这种事急不来 更何况我想 他想离婚 说什么废话呢 这小两口半嘴 一定有个限度 别吵这小混蛋 地下 逩护 叶小姐就是贫血 加上长期劳累过渡 所以身子有些瘴 önem 赫 引isine 照顧这条 奶奶 我没事 今天你们在这休息 明天才会请 没事是 没事就爬起来滚回去 你以为有奶奶给你撑腰 这婚就不用离了是吧 这我下楼等 一分钟之内不下来 孩子就别要了 说吧 有什么蛮够了 董事长 一下就怀孕了 清楚让把孩子打掉了 你说什么 叶芝秋 你还真是拿我的话打耳旁风啊 我警告给我 不许让奶奶知道你怀孕的事情 结果 你一大早给我这么大的惊喜 真是何样的啊 奶奶知道我怀孕了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给我说算 张医生不会把你怀孕的事情告诉你 除了你自己 还能有谁 你就是不想让我和娇娇在一起是不是 叶之兄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心机这么深啊 叶芝 我真的不知道你相信我 我怎么相信 我给过你结婚了 离婚 现在你又不想离婚又不想打掉孩子 做生意 我最讨厌的 这孩子 这婚也必须离 盛轩 盛轩你听我解释 你以前还在高约上下 又带局 下车 我不想 叶芝丘 我劝你别给我耍花样 你不能这么做 奶奶已经知道我怀孕了 如果你要拿掉我的孩子 你怎么跟奶奶解释 终于露出你的真面膜了 打算像当年骗我娶你一样 再拿奶的威胁意思 对吗 我一定会问你病房 有人认识什么 姐 我跟医生换了个班 我亲自给你做手术 放心吧 你也娇娇 你还有脸见我 为什么没脸见你 我是你的组织大夫 亲手把兔子里的野种打掉 你敢 奶奶知道了不会轻易放过你 绍萱这么孝顺 她不会做让奶奶生气的事 绍萱当然不会了 所以啊 我给你肚子里的孩子 做了个激情的肚子报告 你说 如果奶奶知道 肚子里的孩子是个激情孩子 她会不同意我打掉他吗 所以这就是她带我来你这家 私立医院的原因 她昨天就想好了这一切 你妈妈想 就叫我自己睡 佼佼 一会儿手术狠一点 最好让叶子秋以后都生不了孩子 坐在新家老太太的面前 放心吧爸 我和邵轩两情相悦 要不是新家那个死老太婆 非逼着邵轩娶她 我早就成为新家的少奶奶了 哼 这个贱人 不过是我从孤儿院 伶雅回来的野种而已 竟然不辞趣 乖乖的把新少萱让给你 没关系 现在新少萱只爱我一个人 要不是当年你们发现 跟叶之秋 青梅竹马的那个小男孩 是新少萱 把我和叶之秋的照片 兑换了一下 新少萱也不可能爱上我 这是当年少萱送给我的项链 这小子 这项链当时可值钱呢 说什么就送 你说谎 这是我送给佼佼的 虽然说我小时候出车过失忆了 照片不会做假的 叶之秋 你不在病房带着你出来 论论什么 同学当年那条项链 真的是你送给我的 我才是你小时候的玩伴 是叶娇娇他爸 把我们俩照片调换了 叶之秋 你又再乱说什么胡话呢 姐 你怎么医生不看就跑了出来 爸知道你要做手术 可着急了 特地跑过来看您了 叶娇娇你少在这装 我已经听见你个 秋秋 你怎么不在床上躺呢 爸爸刚给你买的鞋 你最爱吃的水果 你最爱吃的 我刚才你 我刚才你 你最爱吃的 我刚才我刚才你 行了 叶之秋 出你第一次投胶胶项链开始 我就知道你已经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骗子 这叫 现在 预克戴上 星董叶小姐身体有贫血 如果贸然进行手术 有可能会有危险 什么危险 有可能 以后再也没办法生孩子吧 死不了就行 兆軒 送我求年了不要說他是孩子 你想怎麼做都行 晚了 奶奶已經知道你肚子裡的胎兒有問題 兆軒 姐姐不想做手術 你就別讓姐姐做了吧 我能容忍他繼續留在心裡 這是最大的寬死 絕不能允許他肚子裡還有別人的野腿 老真是 兆軒 那是你的孩子 你會放開我我不能被我的 聲音 你辛苦了 他說在醫院 事情你和姐姐還是名義上的夫妻 ăng幅好 你 outlines 我親愛的姐姐 就算你強行罷單了少軒妻子 到頭回來他還不是小 volonté 不過呢你打的可以這麼大的 千萬敢為少萱偷男人 如果不是我爸媽好心 把你從國王院救回來 沒有人你能過得上20多年的好日子 欠我葉家你更欠我 嫁給新少萱的 所以我葉嬌嬌 我 你 你叫叫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少萱 你怎麼已經不外回來了 你不是 不要在我面前裝流產啊 你和你爸在醫院後院講那些話 我全都聽見了 不 是少萱哥讓我給姐姐做流產的 不用和我廢話 你現在要做的事 我只能不能讓新少萱知道真相 不然的話 我就把你和你媽講的那些破計劃 一五一十的告訴新少萱 少奇哥我們胡說的 你不用跟我解釋 不想知道 按我說的做然後滾 知秋 對不起是我來晚了 讓你差點沒了自己的孩子 不過你放心 以後我會照顧你 照顧你的孩子 少奇從國外趕回來 吃個飯 方兒仍清了 算了 你兩個老婆 然後太太 下兄弟 你怎麼回來了 怎麼著 你在海市通報我們呆慣了 我回不回來和你通報 我只好奇 夜知秋剛紅 這孩子 到底是誰 誰的 許少萱 你再和我說一遍 行了齊少奇 別在那兒虛張聲勢了 好歹不是野蠢 等我和夜知秋離婚以後 我把他讓給你好 讓你什麼亂放屁 我的孩子還給我 我的孩子還給我 你以為你在這装可憐 我就會對你產生一絲絲的連連 你沒說這麼做 你把我的孩子還給我 一個野種而已 至於啊你這麼事 還是說 你已經安上那個野種父子 你走 你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 當然要走 還要把你帶走 奶奶知道你墮胎了 給你做了飯 等你回去 我不回去 要去就去民政局 我要跟你離婚 這婚就是你想結就結 想離就離的嗎 那你說 怎麼才能離婚 看來我說對了 你真的愛上別人了 說吧 那人是誰 我就是愛上別人了 跟你沒關係 你現在就要跟你離婚 立刻馬上 葉知秋 你以為我新少軒是什麼人 你想跟我離婚跟別人結婚 告訴我休想 只要我一天不反思 你一輩子都是我新少軒的你 怎麼 現在又開始給我上演苦落地了 就像是小煙火 葉知秋 葉知秋 葉知秋你醒醒 葉知秋醫生 醫生 醫生 也許走走聽聽還 留在遠一點 我們的愛 騙你航行最后 葉小姐因失去過多 是我不小心有碎了夜的光 還是你眼裡太窮 失去方向 跌跌撞撞的撞向一道圍牆 把自己為期待留下 是我不小心 你怎麼樣 你怎麼這麼草率 就把孩子給拿掉了呢 你和邵萱結婚了三年 懷孕一次不容易 奶奶 對不起 好了好了 好好在家把身體養好 想吃什麼就說 謝謝奶奶 喂 好院長 劫工調出來了沒有 好我知道了 好 你怎麼這麼草率 你怎麼這麼草率 就把孩子給拿掉了呢 師兄 你告訴我 到底怎麼回事 奶奶 你怎麼來了 孩子沒問題 而且 也不是你樣大條 是尚軒逼著你拿掉的 對嗎 沒有的事 你還要替他買了 醫院的監控我都看到了 你是被逼的 奶奶 什麼事 你一無一時的告信 其實這三年 超學員都沒有碰過我 只有上個月她喝多了 才跟我同房 我也是那次才懷孕的 但她不記得 所以她懷孕我在外面 有別的男人 我怎麼會有志的死 日中 我千萬不停去找你 奶奶 我已經打算跟她離婚了 我以後會出來跟你說 你 這一點措聲都不如 你怎麼樣你怎麼樣呢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要把這圈子去 幫你給我 給你更好的說 你回去幫我準備一下洗碎麵 那兩工錢 把他袋住一陣子 滾下 有時候我就在想 到底是怎麼把你給養大 心肝抖著黑的 奶奶 你別准 你提孩子的事 這三年 這就是怎麼動你的 你心裡難道一點事都沒有嗎 我已經立了遺囑 我名家的文字 都是知秋的 那我告訴你 你要是敢給爺子秋離婚 你信不信 我現在就捨給你看 原來 我不理會的事 起來吧 存在著聰明 就是一個人心 有些事情 不一定是眼見的能力士 還要用心去感受 奶奶你怎麼樣 我去讓醫生 不用了 我自己的身體我最清楚 你身體不一直好好的嗎 怎麼突然就暈倒了 這願望有一口氣 在海市 就沒有人敢惦記的心事集團 當然 現在有你 我也能安心的走了 奶奶 您別瞎說 傻孩子 奶奶可沒瞎說 公司有你 我就放心了 只是在感情上 奶奶一直為你擔心 答應奶奶 要好好地 對待眼知青 試著去發現知秋的好 不要和知秋離婚 奶奶你怎麼 知秋是個善良的好孩子 奶奶相信 自己沒有看錯你 哎 有他在你身邊好好的愛 奶奶就放心了 你們也好好的 奶奶是沒希望看到我 中心子出生了 不管將來 哪一天 你們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帶上他 到奶奶的墓前 讓奶奶看看 這樣 奶奶的願望 就此 是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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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球 一定不會是 你走 啊 啊 從此以後 現在再也沒人好 勒群哥 勒群哥 馬虎那死 我替姐姐向你道歉啊 這件事跟你沒關係 那你什麼時候跟姐姐離婚啊 奶奶剛去世 我沒信心目緣 沒什麼事的話 我讓你去歇息吧 這個死老太婆終於死了 以後沒人獲得葉子秋 新少璇 早晚是我的人 爸 新少璇說他沒心情離婚 咱們是不是得幫忙他 出事了 什麼事這麼急 發了一組照片給我 是姐姐的私密照 對方還說有更勁爆的視頻 如果不想被發現 讓我準備五百萬現金給他 葉芝秋 你還幹嘛別的男人帶回家 奶奶不在了 這個世界讓我再也沒有親人了 吃點東西吧 這樣生氣吃不消 你放心 奶奶不在了 我也會照顧你的 奶奶病發的都是我的錯 對不起奶奶 那幾天就當贖罪了 你怎麼能這麼糟糟自己的身體呢 這樣奶奶知道了不是更生氣嗎 她還會願意讓你給她守齡嗎 走 跟我去吃東西 先著急 你在這幹嘛 看看奶奶 之前你一直在國外也沒見你看過奶奶 你以為能是爲什麽 你夜知秋遠一點 記住 她是你的嫂子 不想你 看看把你生氣體按進去 我若然 在我若然 我自己也不想要 你不是 还刚刚开始 随便你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想你去死 你能给你奶奶下去陪葬吗 小时候你父母刚去世你就是这样 十七年过去了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以前什么样 欣少萱 你根本没有你表现的这么坏 干嘛总是装出一副坏人的样子 叶芝秋 别装作很了解我一样 我恶心 你真以为我是装作很了解你吗 你疯了 你敢耍我 我只是按照奶奶的遗愿 多照顾你 放你认清自己 好啊 很好 奶奶生存的遗愿 不是让你问我的孩子吗 既然你这么孝顺 那就出大所愿了 沈少萱 这是奶奶的零号 你怎么敢这样对我怎么 现在只能跑了 刚才是你先耍我的 我以为你以为什么 以为我会碰你吗 叶芝秋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水性鸟滑的女人 对不起奶奶 我不能完成你的遗愿了 等给你数完零 我就去离婚 三十月时间 就能收获了 嫂子 还有最后一天了 我来点冷了 你没事 你都晕过去了 这叫没事 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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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家干嘛 在干什么 你女人在灵堂前晕了三个小时 你人呢 他这不是还没死吗 沈少萱 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不是人我他说就是人是了吗 叶芝秋 你自己看看 少萱 这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不是 这房间是睡意是你 除了你还都是谁啊 我不知道 那肯定不是我 这个男人我也不认识 谁老姐 你别出去 我有点家事要处理 喂 爸 新少萱把钱打过来了 咱们呀可以先换个房 现在买车的钱也有了 你见风雕啊 果然好兴趣 新少奇 你你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 我看见新少萱去找叶芝秋了 我就感觉是你找 我就过来看看 哎果然没错 我给你帮忙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哦 不知道我都说什么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我只能把这段视频 发给新少 别别别 别着急 我也不想新少萱解开对叶芝秋的 毕竟咱俩都想奉择责 你说什么 春秋这真的不是我 肯定是有人PS的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 所以我找人去做技术分析了 那结果是什么叶芝秋 结果有那么重要吗 我没碰过你你却怀孕了 就这一件事不能做是你出轨的事实吗 我都说了那孩子是你的 是你上次喝多了闯进我房间 可你不信呢 我怎么相信你 啊 我怎么相信你 我可就不信呢 怀孕 艳照 奶奶去世 你已经害得我家破人亡了 现在又要我名誉扫地吗 新少萱 我们马上就离婚了 麻烦你给你存留 最后一份纪念 怎么 现在又要伤害这种自导自然的发现了 好啊 你敢动手 你相信你 叶芝秋你疯了 现在想起 什么时候你来说这种话 走 现在跟我去医院 我不去医院 我非要跟我的医院 你怎么在那时 他我一别一别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 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 我要你跟我离婚 明天一早就离 好 我答应你 跟你离婚 你敢动手 就相信这照片是假的 你现在要相信我 这个逢女人 你这给我什么鬼呢 是你 调查报告怎么样 最终的结果还没出来 不过跟同期照片方向月光很差 应该是今天 本周只有董事长去世那几天 去今天 照片应该是那个时候来 那你去世那几天 叶芝秋一直在手榴啊 难道那些照片不是眼睛 是有一股月心态的 你来到了吗 我有话给你 有话快说 别 我需要你帮我换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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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不是什么坏事 你帮我换件事 还有什么 区别人 你 新手机刚刚 嫂子我先送你上罚了 不是不是比较好 噢 也是就照片解案结果出来了 明天就去离婚了 结果已经不中严了 你是在报复啊 对吗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讨好奶奶 然后让她命令我跟你结婚 我不但三年没有碰过你 反而丝毫不必会对于要交交的喜欢 所以你就跟新少奇搞在一起 我说的对吗 随便你怎么说 我累了 明天还有早起 要不然 谢谢知秋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碰你吗 好 那我今天就满足你这个缘了 新少奇你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随了你的心愿了 做你最想做的事啊 新少奇你放开我 我们明天就离婚了 明天离婚 今天也是夫妻 结婚三年空有夫妻之名 今天也要有夫妻之实了 你不是不是 你不肯定了 你不肯定了 你不能把事情从来 这个说的 你不肯定了 她只能否定你 你不能肯定了 你不能肯定了 我肯定了 你的肯定了 你不肯定了 季節你是不是對我有什麼誤會啊 所謂 我也不重要葉之秋你夠了 嬌嬌只不過是關心你 你別不是台銷 我先去開車 來接你啊 葉子秋 你剛剛的背影好像一隻敗落的雞啊 其實呢你應該早點跟西小學離開 這樣你還能保住你肚子里的孩子 你是不知道 你肚子裡的孩子還挺小的 快可愛 閉嘴 哦對了 你是不知道吧 特地給你做的藥物流淌 這樣以後你去做產檢 發現你懷不了病 你說你的新老公會不會拋棄你 葉志秋你這樣敢打我 小焦 葉志秋你幹什麼 陸軒哥 姐剛剛打了我你看我的臉 葉志秋你敢打嬌嬌 新少軒睜大你的眼睛看看 現在倒在地上的是誰 你不就想上演一出被嬌嬌打倒在地的場面嗎 平時多讀書 少看的眼睛去 無腦的女人 新少軒 從現在開始我和你再沒有半點關 我告訴你我一個人會做的更 少軒哥 我特地為你做的 我沒什麼胃口 你吃吧 少軒哥 我只看你還在埋怨幾天 我也是女人 其實你三年都沒有碰她 她肯定會寂寞 這種事不能全怪她 對不起少軒哥 不說錯話了 我只是不想感到你難過 我也是女人 其實你三年都沒有碰她 其實你三年都沒有碰她 她肯定會寂寞 那 這個 哦我也不知道啊 聽說保健效果特別好 少軒哥 他今天好痛 哪 crashed 一邊 自己的問題 是不是壞 少軒哥 你是不是累了 要不我們回房間休息一下 今少軒 你就是我 晓 晴少旋你回來做什麼 回來做什麼 回來當然是睡覺啊 我們已經離婚了 現在房子是我的請你立刻從我家離開 相比之前的你來順受 我更喜歡現在的你 讓我這上面 啊 啊 哦 少雪 少雪你怎麼樣 少雪 少雪 這到底怎麼回事 七少雪整個就位同上了 你昨晚到底幹什麼事呢 行了吧 昨晚七少星說酒有問題 非要走我又攔不住 他會不會對一日青那個賤人 有感情了 怎麼可能 三年了都沒有感情 現在葉子秋出軌了 他反而喜歡上葉子秋了 不行 那想個辦法 這樣 所以有人在酒裡加了東西 對嗎 是的京總 你先去忙吧 好的 葉子秋 警察馬上就到了 你現在自首 應該能受罰金 我只能讓你自己去 我不是故意 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我可以跟警察說是我自己的說 什麼事 我要回去住 而且 在我養病這段時間 我要你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 那晚上呢 晚上你就不用照顧病人了嗎 少雪哥你怎麼樣了 我沒事 少雪哥我剛剛跟醫院請假了 這段時間我來照顧你 你也同意了 不用 讓葉知秋照顧就行 他自己犯的錯 自己成天 那我也過去吧 畢竟姐姐剛完離婚 我怕她情緒失控 我說你來吧 有你跟我一起照顧 他還能好得快點 這麼看著我幹嘛 你不是一直想搬進來嗎 我成全你 畢竟 我對他現在也沒有半點感情 真是一個善良的 這也是個善良的 新總 進 新總 之前那些照片的調查報告 結果已經出來 照片並不是葉交警察 你說什麼 那些照片是PS5 不是葉交警察 這些都是電腦運算合作過 不可能出錯了 不可能出錯了 難道葉知秋沒有騙你 那些照片是PS5 讓我去 欣賞你沒事 我沒事 是要我還不會 existem 我還不會 葉佼嬌 你最好把桌子收拾乾淨 不然仙少萱回來肯定放火 發火也是衝你 少萱哥可從來不衝我發火 是嗎 那以後可以由你瘦的 姐姐 都這麼亂了你就和我說 我來收拾就行了 爹知秋 嬌嬌才剛來 你就學會欺負人了 少憲哥你回來了 我沒事的 姐姐說他平時就是這樣 別人能伺候我也可以的 嬌嬌你不用管他 你沒來的時候 他從來不會亂丟垃圾 啊 真的嗎 葉嬌嬌沒想到你演技這麼好 你怎麼不去拍電影 姐姐我姐姐 別理他 你先上樓休息 我有些話要問 好 從現在開始 我問 你把 我家整理你 你爸 他可能身上 我 如果你敢騙我 你一定會讓你後悔 上一次你去做流产的时候 医生说你怀孕多久 上一次你去做流产的时候 医生说你怀孕多久 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 这件事对你 对我都有好处 一个月 我记得你说过 一个月之前 我喝多了酒 跟你发生过一次同房 对吗 之前不是不相信的 现在是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现在在问你 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是不是我的 是不是你的现在还有意义吗 孩子已经死了 是你亲手杀了他 对啊 当时我喝多那次 我去娇娇那了 怎么会是你 那你早上为什么是在我房里醒的 我肯定没碰过你 少选哥 你不开心吗 没事对了小姐 你不开心吗 你一个月之前 我真对你做过不好的事 少选哥 你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小小你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误会 少选哥 我累了 行行行行 你对我吧 你去 洗澡 你把我给你 对啊 当时我记得 就是 是你一直 怎么叫你走 你就是 这件事 我当然知道 这件事 我们的房间吧 今晚 很好 你先睡觉等 啊 吗 悄悄怎么可能会忘记当时的事 我记得 我还把它推倒在地了 不是说照顾我吗 怎么又要回去吃 你是不都有犯了吗 还要我照顾 再先走 昨晚不是還剩我活苦 我下次別弄這麼大聲 影響隔壁人睡覺 你吃醋了 你誤會了 我只是覺得髒了自己的耳朵 我都說了 我現在對你沒有半點感情 沒關係 如果你想嘲試一下的話 我現在就可以跟你試試 上星哥姐姐你們睡醒了 吃飯吧 昨晚睡得太晚了上星哥 不然早上我就給你和姐姐做早飯了 知道就行 嬌嬌 下次你在房間自己看那種視頻的時候 小點兒時候把門關好 吵得我一晚上都沒睡 對不起啊上星哥 我還以為昨晚有什麼激情大戰呢 原來是自導自演的一齣戲啊 原來是自導自演的一齣戲啊 別管他 吃飯吧 小姐好 我送你項鍊那天下場大雨 把咱倆都淋濕了吧 嗯 對呀怎麼了 哦沒事 我這不看今天又下雨了嗎 準備再送你一天 哎呀沒事的邵宣哥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行 爸我問你件事 葉子秋拿回項鍊的那天晚上 是不是下雨了 對呀 不過是夜裡下的雨 白天沒下 不好我說錯話了 你說什麼了 新少先在試探我 他問我 那天我和他是不是都淋濕了 我承認了 他為什麼突然要試探呢 難道他認為 葉子秋沒騙他 懷疑那個孩子就是他自己的 我知道了 肯定是那些相片 他懷疑葉子秋並沒有出灰 而是有人在欺騙他 然後呢 既然是欺騙 他自然會把孩子吃 聯繫到一起 是他相信葉子秋說的話 還是吃他 可是他明明問過我 喝醉的那天晚上 我是不是和他睡在一起 既然這樣 嬌嬌 咱們只能迫五神州 尬一條大的了 如果成功 你和西小雪的事 就是晚上叮叮 葉佼佼為什麼會不記得項鍊的事 可他明明就是照片上那個人 葉子秋 他為什麼一定要說他才是小時候那個玩具 如果他說的是跟你沒有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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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子秋一定是在騙子 葉子秋一定是在騙子 你怎麼會這樣 我有點事情問你 什麼事明天再說吧好累了 另外我們已經離婚了 再進來麻煩敲門 我想問你孩子的事 孩子的事我為何聽到 那好 那我問你 當初你說我送你項鍊的人是你 葉佼佼偷走了項鍊 頂替了你跟我相處 你有什麼證據嗎 沒有證據 就是我頂替他 男人嗎 我要聽實話 這就是實話 而且新少軒 你現在說這個還有意義嗎 有 我覺得沒有 我累了 走 我餓了 你說過不照顧我 我 葉子秋 一直在跟你心平氣和的笑話 你現在是什麼態度 對一個不愛的人什麼態度 我就是什麼態度 你說過你會一直愛我的 而且你答應過我 會一直和我在一起 我撒謊嗎 不行嗎 在你眼裡 我不一直就是個撒謊精嗎 葉知秋 再給你最後一次欺負 說出當年的真相 還有孩子的事 真相就是我騙了你 孩子不是你的 從頭到尾我都沒有愛過你 如果不是奶奶人好 我早就離開你了 你這是在找死 那你動手啊 既然你這麼喜歡奶奶 那就完成她的遺願 早點跟我生個孩子吧 繼續啊怎麼停下來了 上次上的不夠深 我也能不再討厭一點 這麼晚了找我什麼事兒 哎沒什麼就是有點想你了 我給你臉了是嗎 我告訴你 我不光有你的私密照 咱倆睡覺的視頻 我還保留一些 張遲 我們已經分手了 你到底想幹什麼 沒錢花了 你要多少 我聽說新少軒花了五百萬 憑了私密照的事兒 各位合作人 我是不是應該分一半啊 錢都在我爸呢 他拿去專修房子去 說什麼 我沒騙你 我信你看我卡上 我真的沒錢 不過你放心 我明天找個理由 把新少軒要 你說你要多少錢 兩百萬 好 我一定想辦法跟你要他 那就合作愉快了 當時 咱倆好久沒見了吧 你這是幹什麼呀 我現在可只求財 不求色啊 你不求 我求還不行嗎 還有啊你今天 真的假的 這可是你自找的 那可別怪我了 新事 是 大七哥 這是基本的視頻 這是我幹什麼樣的 大七哥 做得不錯 這十萬塊錢你拿著 剩下的兩百萬 拿我房子 大七哥我 我 什麼你 你手等保住還不是因為我 出缺什麼後果你自己不知道啊 知道知道知道 大七哥把床單也收拾了啊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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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嬌嬌 你是怎麼對付葉之秋的 我就怎麼對付 當然 很有心少 謝謝 你身體一直很虛 你也喝點吉他嗎 謝謝 謝謝 你身體一直很虛 少年 都 formats 你見過 燃營 你尢尢 煙 assassin 你還說 你下次提示 甚麼 因為你們晨巧 趙轩哥 可能是我做的鸡汤不太合胃口 下次猛烈的 叶知秋你给我站住 新总有何吩咐 叶知秋你越耍脾气越好 你已经离婚了 新家夫人的位子迟早是我的 焦焦对你这么好 他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如果恨他打掉你的孩子 你应该恨我呀 是我让他打的 该不该恨他我自己知道 我不像你 长了一双眼睛却是一个睁眼瞎 你骂我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新少轩 你就是个畜生 长了一双狗眼 根本看不清什么是真相 到现在你别打了 姐姐 对不起 少三是装慈悲 焦焦 少轩哥 我我偷好运 焦焦 也不是去 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你小小不是装吗 他怎么会突然晕过去 赵姐 我身体怎么了 我身体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晕倒 小叶呀 你也真是的 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 我怀孕了 你啊你啊 这次能成功怀孕 新少轩肯定会认为是跟我睡在一起的 只要怀了他的孩子 再和他李正结婚 然后再慢慢掏空他的钱包 就算他知道当初真的是叶子秋 我也无所谓 我说 少轩哥姐姐你们来了 小秋 你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的 就是有点贫血 别的倒霉什么 吃点营养品就行了 叶之秋 焦焦身体这么血 住了鸡汤自己不喝给你倒了一碗 你不喝反而倒了 你这还是的 你怎么会突然贫血 以前不是挺好的吗 其实 其实我怀孕了 不是 不是 焦焦 你 少轩哥 孩子我会打掉的 我知道那天晚上只是酒后 我怪你 焦焦 真的是你 那天晚上真的是你是吗 少轩别听他胡说 你给我出去 焦焦现在需要酒 嫂子 你怎么会这样 叶焦焦怀孕了 要回忍少轩的孩子 叶焦焦 怎么会是新少轩的孩子 是吗 那晚明明是他喝多了冲进我房间 把我当成叶焦焦我才怀孕呢 现在叶焦焦也怀孕了 他肯定认为孩子是他的 就是好 哎 哎 稍齐啊 算了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他娶谁 养谁的孩子 我不改为 所以你心里还有他多吗 我爱了他 我爱了他十七年 就算他逼我打掉我们的孩子 感情这种事哪里是说放手就放手 不过我 不过我相信 我一定会忘记他 不过我相信 绍轩哥 我来假吧 你刚怀孕 还是得小心点 绍轩哥 我现在问可能有点过分 但如果你真想要这个孩子 我不会想他没有名分 有奶奶丧气过去吧 然后我们马上就给他 叶之秋 去给焦焦做饭 家里不是有阿姨吗 为什么我做 焦焦说想吃你做的 说你做的饭比较不胃 怎么 你现在已经冷血到 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想照 谁爱做谁做 另外 这房子现在是我的 如果没事请你们离开 叶之秋 绍轩哥姐姐可能累了 没事我自己熬点粥也行 算了 我去请张仪吧 张仪之前跟的奶奶 做的饭菜啊都挺好 姐姐 你没事吧 新绍轩已经走了 你没必要再装下去 既然如此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 叶之秋 你后悔跟我争新绍轩了吗 后悔什么 至少现在房子是我的 而你和新绍轩不过是暂住在这 叶佼佼 我劝你说话客气掉 不然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赶出去 房子凭什么是你的 这都是绍轩哥买的 有什么意见去跟法院说 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让你和新绍轩滚出去 叶之秋 你还敢对我大呼小叫 我一定让你在海市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让你露宿街头 爸你怎么才来啊 这不是忙着装修房子吗 到底什么事 昨天电话里没有听清楚 还专修什么呀 我现在住的是别墅 法院要判给叶之秋 你以后还想不想搬进来了 这怎么办 我有办法 之秋 你来做什么 爸来是想告诉你 其实这些年 爸爸一直在寻找你的亲生父母 现在终于有一点线索了 你说什么 爸没骗你 当时爸爸拿着那些钱 也有一大半 把这儿调查你父母私底下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看看这些吧 这也是花钱请人的照照 还有你亲生父母的照片 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吗 我虽然偏向教教那孩子 可说到底 我养了你二十年 是有感情的 现在找到你亲生父母 我也算彻底接脱了 他们现在人在哪 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 对方说要两百万 就把你的父母接回来 可我没那么多钱了 两百万 我也没有这么多钱啊 那我再想想办吧 真的 这些竟然都是真的 两百万就能见到 我的亲生父母了吗 这个世界上除了奶奶 恐怕也只有我的亲生父母 才能爱我关心我 你想吃什么 我做给你 怎么 有事儿求我 我想管你借点钱 借多少 两百万 干什么用 做什么还该不用 像你配搭吧 不借 新少轩 离婚后房子归我了 我可以把房子给你 你觉得我缺房子吗 这样吧 你看那指球 从现在开始 房子归我 你在陪我一起 我可以给你 新少轩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嘛 怎么 不愿意了 以前不是很想爬上我的床吗 我现在不愿意了 不行吗 那好 回答我的问题 項鍊到底給誰了 這孩子到底是誰的 項鍊是你給我的 孩子也是你的 滿意了嗎 林葉佼佼也懷孕了 孩子怎麼可能會是我呢 還有小說的這篇 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 那你就繼續騙自己 麻煩你儘快搬出去 等等 錢我會借給你 但在我查清楚一切之前 不許給我 你還沒想到你 看來新上去還不死心 光有孩子還不行 你想個辦法 把葉俊修逼走才行 上學哥你怎麼猜回來 去公司開了個會 有什麼事 沒事 有事就說吧 又說到那個人的勒索了 他又想要錢 但我不想給 他让我去宾馆找他 他在哪个宾馆 我去找他 你是谁啊 叶焦焦呢 你不用知道 现在给你个机会 把那天叶之秋发生了事 一五一十的告知 好好好 你是想知道 我和叶之秋上床的事啊 所以他是为了报复 才在一个多月前出备的 是啊 你可不知道 我就没睡过那么极品的你 你再敢多睡一遍 你又不是他老公 你凭什么打我 今天的事情我也提供你 包括你都提供这件事 再敢多睡一遍 警察不回家 新少轩你来我房间做什么 给你听个东西 叶之秋就是报复他老公 我是没睡过那么极品的女人 那身材真是绝啊 从哪来的没想到吧 叶之秋 你还骗我说怀了我的孩子 我差点就信了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新少轩你不要听别人挑拨离间 挑拨离间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三年没有碰过你 为什么会知道 骑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句不知道就想想看你所做的事实了吗 叶之秋 你这个贱人 你今天也要感受感受你的自分 感受感受你的声音 新少轩你疯了 你放开我小心我报警 我花了五百万才押上消息 你在这给我装什么警察 islands 刚吃 昨天做的不错啊 应该的 往后交给的事情 难道不办好吗 你可别瞎说 这里有五万块钱 演个戏 还个巴掌 都化碎 要去哪 不用你管 这是我家 如果你出事的话 警察会找我问话的 不用你关心 有人來接我 嫂子 不對 知秋咱們走吧 新少綺 原來是你來接她的 你已經和她離婚了 誰接她走 廣告 不行 你不能跟她走 新少綺 少綺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你現在沒有資格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葉知秋 新少綺 一會之前你們之間的事我管不著 現在 還想試試 葉知秋 如果你敢離開這個房門笨 我會讓你後悔一輩子 少綺哥 姐姐怎麼走了 沒事的少綺哥 新少綺會照顧好姐姐的 你不用擔心 沒事 我想出去走走 你早點休息吧 那個要不要我陪你一起 如果 看來 新少綺的心裡 還有葉知秋那個見譽 得想個辦法 把她趕出海事 葉知秋 知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你可以不去追問當初那個女孩到底是你還是就像 我也可以不去追問你 我也可以不用孩子 你快知道這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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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寸又一寸 这我的喜欢穿 有一半又一分 她出了一半 让我难忘 她在干什么跟我恶福 麻烦你了少奇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 我想留下来陪你 你现在情绪不稳定 放你 干啥事 我都这么大人了 不会的放心吧 嗯 啊要不这样 我给你倒杯水 你喝完之后 我去 来 上班喝 吃水 知秋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和你在一起 老新少许这混蛋和你前面 你现在就出去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啊 我要你记住今天 记住今天的一切 记住你 滚开 一天 有点 你看 你敢打我 你在习少许面前不是一直逆来水兽吗 凭什么到我这里 换了一种态度 习少奇你疯了 是疯了因为我太想得到你了 放开我 双萱 少雪你在哪 快来救救我 我知道你还爱着新少雪 不过只要过了经过 我保证你只会爱你一个人 新少雪 不如是敢碰我 行了我就从这跳下去 芷秋 我是真的爱你 我知道你想保住别人在太阳 我帮你保住他 我可以做他的父亲了 你已经离开新少雪了 应该找个男人照顾你 芷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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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芷秋 芷秋 你怎么在这 我跟叶芷秋结婚三年 定位到他的位置 用手 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狗他耗子多管闲事啊 的确有关 但作为一个热心市民 我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不想进公安局的话 现在立刻从万里才消失 干 那我就打到 打到这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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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少奇 现在 滚 你知不知道 也就是背叛过你 啊 你还这么在乎 你什么时候这么 爱搞暴行啊 你怎么知道 你还说 我怎么不知道 他都和我说了 三年 他竟然怀孕 这么大顶绿帽子 任谁不知道 我的事不用你了 叶之秋 你竟然把我三年没有碰到你 想起 赵轩哥怎么还不回来 到底干什么去了 叶娇娇 你一个人在这捣鼓什么呢 少奇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是找你扛门生你 你同意我就把你和你画的谈话视频给杀了 你要是不同意 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新少轩的事告诉我 你说什么啊 我肚子里怀的就是新少轩的孩子 3月13号晚上 夜寸冰冷 张诗 你是不是很出现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的只是叶之秋做我的女人 我既然得不到他的心 那我做了他的生命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 我只要叶之秋乖乖爬上网 别说你做不到 你的手段 我狠 给你三天 要是办不到 说我 叶之秋 你在干什么 从我身上下去 为什么 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我才是你小时候的玩伴 我怀着真的是你的孩子 都已经神志不清了还在说话 真不知道你是可怜还是可恨 少许 不好的话你等会让你再来陪我 自秋你终于来了 我都要急死了 出了什么事 我按照对方给的信息找他过去 发现你爸妈已经搬家了 我从邻居手里找到了这个 我从我从沃吾到我身边 我从连生人都去 对方说现在低了他们也在查 还需要在给他一百万 我没有钱了 在这么无止境的要下去 我就要报警了 他说的这是最后一次 一定会把你找到亲生父母的 你看 之前钱已经花了 那这是最后一次 你会想吗 王总啊 真是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心总才是好久不见了 我这次来海市 是想谈谈医疗气血的事 你放心 我这资金绝对充足 只是不知道 新市集团的价格 能不能再低一点 王总啊 新市集团 已经是海市最低的价格 目前没有下跌的空间 早就听说 新总在生意场上 一向铁面无私 不过还好 我们新招了一个 商务公关 口才非常好 让他给你 谁来都一样 价格的事 我说了也不算 刚好来了 进来吧 志秋啊 你一直在海市 肯定听过新总的大名吧 这单生意 可就交给你了 新总好 我是叶志秋 是王总公司的新务职 都给你关键你 你们两个之前认识 不认识 只不过呀 看业经理有点眼熟吧 王总 你想新市集团的报价 再降低点 对吗 当然了 毕竟现在销路也不好搞 我听说呀 公关经理一般都很多的 不知道王总新招的员工 新总来之前 我答应过 王总啊 招人也是一种本事 我新市集团 看重一次生 更看重一次合作 那我也说是 只要他把这三倍酒喝了 新市集团的报价 再降低百分之五 可是没事王总 我喝就是了 我们这一部分 坚持这个 可能是真受胜 再一次 我们这算好了 谢谢 吴兰 我们这些先 你给各位 你的真心 可以 行 你 我们不客气 你不客气 我们不客气 咱们 要不客气 你怎么这么多 我 这叶总监喝多了吗 我作为他的领导 我都照顾一下 如果你的水快醒了 辛总你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辛总你要是看上这个女人 你怎么说呀 我直接送到你床边上就是 都必须多喝着一杯酒 到时候一动不动的 王总 如果你还想要 好的 辛总 这个女人 她是真的就为了她 什么都愿意干 你说她玩玩就好了 千万别上头哈 你打过来吗 我看你不说 你不说 不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 他入职的时候跟我说过 只要能让他在一周内 算到一百万 让他干什么他都愿意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破女人 你竟然敢 聖 発生了什麼事 你帶我回來幹嘛 怎麼 現在給我裝下來了 王斌把你怎麼談話都告訴我 100萬幹什麼都行 我明天就打給你一百萬 跟招cómo OD 你胡說 聰 volt managing when it comes to death 陳柱的你讓他入職新市集團 我只要努力就好 我給你個機會 從明天開始來新市集團上班 一周時間 給你這點 少憲哥給你倒了蜂蜜水 我沒喝酒 把這給你姐吧 明天他還要去公司報到呢 你讓他入職新市集團 有沒有 沒沒什麼 可是姐姐已經好幾年沒上班了 今天過著故意的生活 他吃不了苦 那是他的事 葉芝秋 你既然用這種方式接近新少萱 我還是真是想看你了 心不懂你在說什麼 讓開 回去做什麼 新少萱讓你住在這 還特地讓我給你送蜂蜜水 不喝 讓開 那怎麼行 這可是新少萱在乎你 才這麼對你 你怎麼能不喝 葉嬌嬌 你知道嗎 你特別可憐 你說什麼 你一心想折磨我和新少萱 又覺得新少萱對我還有感情 所以想盡辦法折磨我逼走我 你胡說什麼 新少萱喜歡的人是我 他把我當做了他小時候 青梅竹馬的那個小女孩 沒錯 你是騙到了他 但你別忘了 我做了他三年的妻子 這三年一點感情都沒有嗎 即便你現在管了他的孩子 你放屁 他對你只是戰有欲 僅此而已 戰有欲也是慾望 而你呢 大晚上放那種視頻 讓我以為你們兩個人在一起 你說你可不可憐 你讓開 易小嬌 西少萱 易小嬌暈倒了 少萱哥 你別怪姐姐 都是我不好 新總 嬌嬌現在身體很弱 想要保住孩子就必須要舒適 咱們血護理沒有他這個血型的血 林漢 爹直秋 我可以不再追問以前的事情 但你要給嬌嬌舒適 因為你是他姐姐 只有你能救他 我不行 我們不是親姐妹血型不一樣 我怎麼 怎麼 你現在連你妹妹都不想救嗎 趙姐 合作愉快呀 趙姨家最近剛想買輛車 這些錢買車不夠啊 要不這樣吧 我有個提議 以後葉子秋給我輸一次血 我就給你一筆錢 可書寫這種事不能做來啊 不然會有生命危險的 沒事留口氣就行 給他營養品不就夠了 您好 您找誰 高姐是找我的 你先去忙吧 我和他有點實際談 葉嬌嬌 你又在搞什麼關係 我沒有 我沒有 你就是平血 讓葉子秋給我輸一點血 嗯 你是真平血呢 還是就想折騰葉子秋 啊 我管不了這麼多 我只要葉子秋爬到我的床上 你還有兩天時間 過了這個時間 你再煩 他就哭不住 西少軒拿著你這麼大把兵 你怎麼不著說 我不是怕你擔心嗎 覺得自己能解決 光是那些事別還好解釋 你和別人上床 說是西少軒的孩子 這件事傳出去 咱們婦女家孩子活下去都難 那現在怎麼辦啊 我來想辦法 當我結果 其實你不用這麼早來 畢竟你昨天高輸完學 我需要錢 新總準備給我安排什麼工作 那你把 新市集團十年來的合同都過一年 然後篩選出可以二次合作的公司 我會帶你去談活動 提成百分之二十 好我立刻去做 子秋 怎麼樣錢還多久收到 你別著急 錢我會盡快想辦法 我聽說你之前找的份工作 他對你動手動腳 少軒把對方給打了 你說什麼 我怎麼不知道 你不知道正常 你喝了好幾杯酒 我也是聽王仲說的 不過由此可見 少軒心裡面是有你的 你到底想說什麼 既然少軒心裡面有你 你就可以管他接啊 不行 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牽涉 只不想牽涉 還是說你心裡面還是有他 沒有 我對他已經沒有任何感情 好吧 我聽對方說 你親生父母身體不好 你和他抓緊了 怎麼樣子吧 有辦法了嗎 依次求拿丫頭心裡 肯定還愛著新少軒 雖然他不敢承認 但我養了他二十年 這點事他還騙不了我 什麼他還敢惦記著新少軒 你還怎麼笑得出來 你不懂 這點事剛好是他在熱點 你這個需要 大夫你好啊你忙 我就來看看我女兒 大夫你還告訴你 然後我記得 你那 lama 是吧 身體有問題 新家這麼多醫院 這種事瞞不住心理 我當然知道 你呢以前是新少先奶奶身邊的人 現在新少先奶 整個海市最信任的人就是你 好 我可以答應但你也要答應我 絕不能傷害到新史其層的例子 這是筛选科來的合作 其中的二次合作的我都不要顧客來了 你臉色怎麼這麼白 昨晚沒休息嗎 你這是老闆對員工的關心 還是有別的意思啊 葉知秋 好我不問了 去聯繫這些可以二次合作的人 約他們吃飯 知秋 我還沒想到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我沒事 新總 今年下半年夜無量比較大 咱們要不要提前做個員工提檢 好你來安排 從現在開始 麵小姐 怎麼了 這是您的提醒結果 您的申請沒什麼問題 只不過 不過什麼 新總體驗報告出來了 他患有嚴重的GAP病症 這種病 平時看著沒事 但來的很急 如果不及時治療 隨時可能會 那現在怎麼辦 我已經聯繫了孩子的肝臟人 都不合適 如果匹配不上 很可能會造成嚴重的排疫反應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匹配不上 我知道有個人能匹配上 你等我消息 我 你幫我什麼事 最近醫院做了體檢 查出你哥身體有問題 我哥 他身體怎麼了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但是現在能救你哥的只有你了 我知秋 只要你說 我什麼都有 但這事還得你自己做主 我只是希望 你能看在一奶同胞的份上 救救你哥 我哥到底怎麼了 他需要換單 換單 換單 你的意思是把我的肝換給新少萱 你到底是有多愛他 連我的命都不顧 沒有 我只是在完成奶奶的遺願 如果你不願意 我不會勉強你 不勉強 你明明知道我愛你 我想得到你 所以你才來找我 不是嗎 你是有多愛他 他那麼對你 你還這麼愛他 新少奇你夠了 我愛誰跟你有關係嗎 有關係 你知道我愛你 我想得到你 我不允許你愛上冰 新少奇 我勸你說話之前注意點 你別以為那天晚上的事情我忘了 你太好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不是愛新少萱嗎 那你就為了他 今天晚上來賓館好好陪我一晚上 我保證 我擔心 那星總 你今晚就約對方了 晚上八點我陪著來接你 好 好 進 人都聯繫完了 嗯 負責膠囊廠的王總說今晚有空 不過你今晚時間不行 我去改個時間吧 不用 我把那邊推掉就好 沒事那邊很好說 葉知秋 你是對我的決策有意見嗎 你是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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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沒什麼胃口聽我把這拖完 如果你敢拿回異地 嫌就別想說 葉知秋他會上套 這個女人就是個情衆 感情是他最大的弱點 葉嬌嬌 你還有朋友嗎 把感情摘來看你 你好好養病啊 行了老爺子 葉嬌嬌想出這麼狠的辦法 是你的主意嗎 到齊 我也是為了嬌嬌才出事下社 我只要今天晚上 葉知秋過來陪我睡 你能不能 暫時不去 暫時 你不應該把手上所有的證據 都交給我們嗎 是不行 照你們說的吧 也是一句 只要新少奇把所有證據銷毀 咱們就沒有後患了 這個新少奇沒那麼簡單 看來咱們得想辦法 把他和咱們綁在一條船上 邵萱 咱們好久沒在一起了 沒想到你又聘了一個這麼漂亮的女主 怎麼 黃總看上了 我哪人多人所好 不會不會 不會 黃總 最近公司用錢的地方多 你看這次合作的價格能不能逼 還低 之前 我就沒賺什麼錢 要是再低的話 我不就賠錢了 我做過市場調查了 以您出售的價格利潤有300% 批20%不過分吧 你這女助理挺厲害 這種事都能查出來 這是黃組公司的內部機密 我做了同款膠囊 成分和配比都一樣 我收300%的利率是保守公司 邵萱 你身邊真的門人不少啊 這樣 價格我可以低 讓你這女助理來我公司待一段時間怎麼樣 這個 我怕不行 我雖然好色 但是你的人我不會懂 哎 黃總 咱們談的是膠囊生 不是挖園生 這個人 只能在乎生 那 價格的是 哦 馨總 按照之前的訂單料 如果談成的話利潤能多一千多萬 我答應給你的 黃總 我們還有事 走吧 先跟我回家 如果想讓新少巡火 就來三連一州 我還有事您先回去吧 這單我會給你兩百萬的平常 葉池秋 你什麼時候這麼看重錢 還是說你又要回賓館住啊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 晚點我會回去的放心吧 我會回去吧 你要去哪兒 也是 你去哪兒可以不用告訴我 畢竟 我已經是你的前夫了 我可以找你再談談 但你說的是我不可以答應 好那你等我 哦 為什麼 你怎麼活動 我已經按照你做的最好 但錢我是不會要的 我已經對不起馨總 这个钱你不收 就说明你跟我不是一条船上的 你懂吗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给新总的体检报告上写 需要换杆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你只需要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就行 如果你不说 我就这个新总说明一切 大不了为此对 你觉得他会信吗 为什么不信啊 盛宣哥你怎么在这 信了吗 别用了我在门口说就行 那就别谈了 没什么诚意 那你就别 咱们坐下来慢慢谈 少奇 你和你哥是亲生兄弟 换杆的事只有你能帮他了 求你救救他吧 这求啊 我也只有一个杆 我给了他一半 我那一半是出伤的 那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是有多喜欢新少轩啊 讲话都不动脑子的 他出事了 有你照顾 我出事了 我也不证明了 你讲话我是相信的 不过以防万一 你今天先和我睡 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这样比较万无一事 你觉得呢 现在的男人死了比较痛苦呢 还是现在的男人没死 但他 却不属于你 爱的感动 我来是想问问你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怎么站你这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你是在哪兒找待的好 這件事死無對決 那我問你 今天上這出機你要害誰啊 少賢哥不是這樣的 你聽我解釋我不想聽你解釋 張晨 倒極 姓洪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受人威脅 在你的體驗報告上寫 許 那我為什麼沒看到我 葉佼佼 葉佼佼 沒在我這兒 沒在你那還能在身上 難道還能在 張先生哥 張先生哥 芝秋啊 我總算是得到你了 你放心 我以後一定好好對你 別忘了你答應我的事 要是反悔 我死都不會放過你 葉芝秋 你就這麼個態度跟我說話 我冒著生命危險 拿了半個肝換來的你 你就這麼跟我說話的話 我很難辦啊 那你想讓我怎麼說 說愛我 說你想讓我睡你 只要我說了 你就能答應救你哥嗎 說愛我 說你想讓我睡你 只要我說了 你就能答應救你哥嗎 嗯 是 說 你愛我睡我 你愛我睡你 你愛我睡你 你怎么起来 我没跟你说过 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 不是您问题吗 知秋 如果是因为 你没听见知秋说话吗 他现在是我跟你 麻烦你乖乖离开 不然我要报警了 听懂了没有 知秋 你没听见知秋说话吗 我没因为谁 我和少奇是自愿在一起的 那好 喂 继续吧 这是什么 你为什么 刀 你好狠的心你要杀人哪 你误会了 我平时出门都是带着红身用 那好 那现在不用了 以后有我保护 少奇 咱们改天吧 我今天没心情了 现在不是你说改天就改天 听懂了没有 嗯 嗯 嗯 知秋 知秋 你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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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说 我和你说 你其实 新少许 新少许 新少许那肝没病 都是叶悄悄下的他 你去 你别杀我 你去 少许哥 你就原谅我 我知道错了 江江 我对你不好啊 好啊 少许哥 你为什么连我都算钱 其实我是怕你离开我 我还了你的孩子 我怕他以后 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们现在没有结婚 我怕有人觉得孩子背后 说他妈妈是一个上位的小三 但是你不用骗我 不知道 你姐姐有个气 你别理我 还有一个 所以你之前 你自己不努力 宋 method 我真心爱你的 就看在孩子的分角 你别让我 先上去 就跑糖果了你去献之 你最后的选择 仍然是叶娇娇 你爱的仍然是怕 张医生 我怎么会在医院啊 叶小姐 我碰巧路过 就发现你孕到的街上了 你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怀着孕还不好和休息 怀孕 我之前明明已经小产 应该不会怀孕了吧 您做过流产 不对啊 我看孕期 发现您肚子里的孩子 已经有七周大小了 您是不是记错了 怀孕七周 我知道你想保住 我帮你保住他 我可以做他的父亲啊 难道 难道我的孩子一直都在 看来西少选最终还是看着孩子份上选择了你啊 还没放 喂 少奇哥 叶娇娇 你的事情还没办成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去宾馆找你了吗 我说没办成就是没办成 他现在在医院 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吧 爸 现在怎么办 你先把这件事告诉西少选病外 不能再让西少期牵着鼻垫走的 你要 叶小姐 您严重贫血 一定要按时吃药 否则泰儿有可能会有危险 叶知秋 姐姐好巧呀 你也在医院 是好巧 我还有事 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 姐姐你为什么在医院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叶知秋 你当时堕胎是假的呀 欣总 我的事不归你管 好 你很好 我以为你已经把那个叶中打掉了 没想到你竟然瞒着所有人 就为了个叶中 你还真是抹爱泛滥 姐姐你别走 焦焦张医生 快看看走了 叶知秋 你不狠 焦焦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你说这么对的 新少轩 我现在也是个孕妇 谁管你是孕妇 你肚子里怀的是别人的眼 又不是我新少轩的孩子 少轩哥姐姐 焦焦 你怎么样 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对你了 你还找他干嘛呀 我想跟他道个歉 毕竟是歉的事 就算没有你 他也是自愿的毕竟 他本身就是一个人性可福的女人 不会的 都是我的错 小焦 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重度贫血 需要立刻输血 否则太儿随时会有危险 不行 张医生说我也有贫血 我不能给他输血 否则我的孩子也有危险 这件事 轮不得你做主 今天 必须给他输血 交代你的事 都办完了吗 差不多了少奇哥 这次我过来 是我爸爸的朋友 有两个箱 说是养神很管用 我替你点上 自秋 自秋 少奇 我是知秋啊 先少旋真的太让我心狠 以后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你真的是知秋 当然了少奇 我早就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医生 医生 啊怎么了 我出血了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之前在帮叶佼佼输血 醒来就成这样了 你先别紧 不好了 他要没有太动了 说什么 怎么样搞定七少奇了吗 搞定了 有了这些照片呀 我看他还敢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大不了于死往后 放心吧他不敢 行了吧我不跟你说了 秦少许在开会 回来发现我不在病房就麻烦了 郑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 你本身就严重贫血 又给叶佳佼输血 你扛得住 泰尔怎么扛得住啊 那怎么办 张医生你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 张神 还说什么 听到 迎来了 叶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只怕是保不住了 不可能 张医生 求救你 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 保不住更好 看来老天爷也不想让你 不会的 我的孩子 一定会晃过来的 准备手术吧 这次我要亲眼看到他把孩子打掉 医生不能手术 求你救救我的孩子 你现在不进行手术 将来影响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啊 不行 谁也不去把我的孩子 少轩哥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叶娇娇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要让你跟他陪丧叶志秋 你想不想到 自己的身体不生气 灌到娇娇头上 要不是为了给他出血 我的孩子不会有事 是少轩 是你们两个一起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要跟你们拼命 姐姐你醒了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你还是别叫了 之前呢有新少奇护着你 现在他也要对付你 谁还能保你 你还不知道吧 这次手术不仅拿掉了你的孩子 还有你的子宫 以后你再想生孩子 是不可能的了 说什么 你好狠的心 我也是繁患以未然 少轩哥说 那个死老太婆的遗言 就是给他生个孩子 冲到墓奔险 放心吧 我已经胎人给他送过去了 姐姐 姐姐 叶志秋 真正好 应该是不然 都要把你家人评字 就可以了 我一家人会 甲逐筹 扑扑扑扑扑 扑扑扑扑扑扑 张卓这是刚刚的 我都不在这了 我像个手 李小姐 你要去哪 送你吧 因为我 后面的事还得麻烦你帮忙搪塞过去 两个新少君追出来 这都是应该的 董事长临终前交代过 一定要照顾好你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报答你 李小姐怎么样 换日子 我尽力 李小姐身子本来就是书血 开上楼盏 她的身子没能卡 不 绝对不卡 让我进去卡 不好意思请走 您现在已经不是列号眼罩了 根据医院规定您不可以做 医院是我开的 我说能就能 请走 如果闯进去的事情被发现 董事会很有可能会弹劾你 处理后事相关事宜 我来做 我更神仲仲仲仲仲仲 sting 他没有 莫 按住 quase reat 你好 香 静 离 ER 油 就永远从我的世界的消失吧 欣少许 当你看到这东西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死了 但你放心 新少奇也回不了 就让他的肝脏这个鱼举给你 我爱了你17年 甚至连你打掉我们的孩子 我都无法控制自己不爱你 新少轩 你今天又误会了我 不过没关系 我会坚持等到 你看清楚真相的那一天 我真的快又撑不下去了 孩子真的是你的 我真的不知道谁在诬陷我 这个傻子 所以 你把我吃走 和少奇在一起 只是为了救我一个是吧 你是不是 你是个傻女呗 你为什么你出来都不说相恋的事 你不告诉我 还是我从来不出来 如果不出来你注意的事 出来你都不告诉我 你还给你 你为了她算什么 老实看的事 你不说 我还没睡 因为我 你还没有睡 我还没有睡 你还没有睡 吗 你还是有睡 吗 甚深一寶 你没事吧 是不行 是吧 你是 我有點害怕 你能不能陪陪我 你想我怎麼陪你 別鬧了少軒哥 我的意思是讓你抱著我睡 沒有別的想法 可不是這樣吧 看來想搞清楚事實的真相 只有再找一次當事人了 馨總 人帶來了 是您啊 我還以為哪位貴人要找我談生意呢 你的命值多少錢 把他留下 馨總 您可別開玩笑啊 我和您無怨無仇的 您開這種玩笑的 更何況現在是法治社會啊 你和葉知秋上過床 對吧 是是有這個 葉知秋是我女 你給我戴綠帽子 要命 不應該嗎 葉知秋是您的女 你不是單身嗎 那你消息有誤 行了 落語的廢話別多了 上路吧 馨總 馨總饒命 我真沒碰過葉知秋 我甚至連見都沒見過他呀 說什麼 葉焦焦給了我一筆錢 讓我和葉知秋上床 甚至當時還拍了照片 我我只是一時才迷 所以所以才這樣 葉焦焦還知道你都不說 把當時的事情都告訴你 否則厚 不 你該知道 沒了沒了 這真真沒了 要是再讓我查查他 我想起來了 有一天葉焦焦過來找我 說要和我上床 甚至連一點措施都沒有 但是我聽說他過兩天就懷孕了 這麽水 沉總 我暈了多久 差不多半個小時 你如果方便的話 最好做一下全面體檢 不用了 孩子也是我的 也不用送難做對不起我的事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當初我送項鍊的人 也是你 只求 你放心 我一定會為你好回公道 你受過的委屈 他一樣不會嘗試 還有他和他肚子裡那個孽腫 都不會有好下場 少軒哥你回來了 我這是在哪兒 小姐你終於醒了 小姐 你是誰 我是您管家 叫我老張就行 老爺和夫人找了您二十多年 最近才發現您在海市 我剛開車過來 就看見您暈倒在醫院了 老爺和夫人 是我的親生父母嗎 是的 他們已經在來海市的路上 應該快到了 大夫剛給你檢查完身體 這些年您受苦了 張國 真的是我的親生父母嗎 他們找到了 是的 老爺為了找您 幾乎花光了一半的家地 但是他說過 只要能找到你 哪怕花光秦隆集團 所有的錢 也在所不惜 你說什麼集團 秦隆集團 全亞洲最大的建材集團 就是您家的 少全哥 你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早啊 我特地給你做了銀耳根 我去給你拿 你姐姐剛去世 你怎麼笑得出來的 我這不是見到你高興嗎 你不開心嗎 最近公司業務不好 我給你那張銀行卡 也已經尊掉了 什麼 我明天還約了去美容院打針 別去了 另外 這套房子我也抵押了 你爸那不是有一套嗎 先賣掉 把錢借給我 什麼啊 周軒哥 你沒開玩笑吧 你覺得我像是在開玩笑嗎 錢都在我爸那 我也做不了主啊 葉嬌嬌 我在你身上花的錢 遠不止那套房 怎麼 現在看我落魄了 想走了嗎 我沒有 明天跟我爸說 不用了 你現在就去 我想自己待會兒 日秋 我好想你啊 真的好想你 天爹 那你是你嗎 我的孩子 我可是找到你了 你 你是我媽媽 是的 我就是你的親生媽媽 孩子 讓你受委屈了 媽 爸 孩子 爸爸 對不起你 爸 媽 我終於找到你們了 我終於有親人了 爸 孩子 你的著諭我都聽張伯說了 以後有爸爸媽媽保護你 再也不會有人敢欺負你 敢欺負我們琴家的女兒了 媽 我好難過 如果你能早點找到我 我就能保住我的孩子了 老爷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今天我要陪天天 这些材料给天天看一下 如果她没有意见 让里面的人全部清一家淡产 老爷 这些年能查到小姐 跟她的养父来照顾我们有关 发几个铁子就找 里面看见 天天给她打了多少钱 这个人不一样 碰 因为新少轩是新市集团 新市集团在海市也算是支柱企业 咱们 只要跟这一样 少先哥 少轩哥 我爸已经把房子卖了 钱拿你哪张卡啥 哪张都可以 好 我现在就转 对了少轩哥 我明天想去医院检查一下胎儿 最近总感觉她不爱动 你明天有时间 没时间 公司最近很忙 你说的还不够清楚 哦 没事 我自己去就行 我饿了 去给我做饭 老张伯 你也坐下喝杯茶吧 没事 小姐 您陪老爷夫人喝吧 没事 天天 老张不是外人 他渴了就坐下了 张伯给你的方案和材料 你都看了吗 如果没有意见 爸爸就按照这样做了 爸 材料我都看了 但我想按我的方式解决 好 那我让张伯陪着你一起 你有什么事可以问他 张伯 吃完饭 咱们先去一趟抗人医院吧 少先哥 你尝尝和破胃口 小时候我家都是我做饭 姐姐从来不做这些 姐姐都死了 还要挖苦两句是吗 不是 我没那个意思 少先哥你 味道不好 叶娇俠 叶娇俠 一切才刚刚开始 叶娇娇 您最近是不是辞退了什么呢 我没有啊院长 您不能随便开除我 新的领导呢 他在哪 我去找他 是 刚刚院长说辞退了我 不知道是我工作上有什么问题 还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啊 抱歉 我也是 听领导安排 您好 您就是新来的董事长吧 请问我工作上是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你工作上都挺好的 那为什么辞退我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的 你工作是没问题 但你做人有问题 胡乱打掉别人的孩子 自己没病却还要书写 我说的没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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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 连我的声音都认不出了吗 你娇娇 这不可能 你已经死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真的是叶之青 你为什么没有死 新死了 只有一副皮囊 用来给你们算账 那你为什么改名叫秦田田 你和青龙集团是什么关系 小丫头 小姐是秦龙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你说什么关系 这叶之秋莫名其妙地活过来 还成了秦龙集团的千金 而且把我们医院都给收购了 她到底踩了什么狗屎运 叶娇娇 脱掉你的工作服 你可以离开了 不行 现在孙少轩凑结了我的卡 如果再丢了这份工作 我连日常生活都出了问题了 姐姐 真的是你吗 姐姐 你能活得真的太好了 是吗 你真的希望我还活着 当然了 其实我特别后悔 说了 滚出我的医院 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做对了 这样的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可以只开除你 让你继续留在海市 你说一个一百个东西 我是叶芝秋的事 不许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新少轩 否则 放心吧姐姐 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的 另外 别再叫我姐姐 你我只想知道 不不许 력 不许 你没什么 你还没什么 你还没说 我只能说 你不许 你只能说 你不许 這個也是你的孩子 是嗎那打掉吧 我突然不想要了 張賢哥你在開什麼玩笑 我今天為了孩子把工作都給辭了 對了我都想好了 你不是名下有一個咖啡廳嗎 以後交給我管理吧 這樣也不累 也能照顧你和寶寶 行啊那你去吧 趁現在時間還走 謝謝張賢哥 只是吵勁老朋友 再收到一個嘴巴 對騎手 也有人 也就要緊 現在我們唱黑車 試著到個喝 不然是不一樣的 喵小美女 自己一個人嘀咕什麼呢 你們笑 怎麼不說話了呀 說話啊 別過來 你們幹什麼 還敢報警啊 還敢報警啊 行不行老子 劫哥上再害個命 你們放過我 我肚子裡有孩子 你賣多少錢我有錢 我老公是行事集團的總裁我 還你老公是你給我們走吧 抱歉傷心哥 我去完了 我已經關你了 你的臉 沒事 我已經摔了你 交交 你怎麼樣交交快讓爸看看 爸你走算來了 上船 交交都這樣了 你怎麼還抓得住 連萬都不一句我問什麼 問他臉怎麼受傷的嗎 還有 除了臉 別的地方有沒有受傷啊 請上學我把女兒嫁給你 你就是這樣對待自己打算啊 閉嘴 你嫁給我 我和他領生了嗎 還有 你是個什麼東西 我和知秋離婚了 你也配進我這個家 起上去 就叫他懷念你的孩子 言成這種妹奶的心的話 你懷了我孩子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葉世秋 還有他懷念 不過是個爹主 我說的對了 你不說話 你們不說那我 你為了葉嬌嬌的幸福 偷換了他們倆的照片 還拿走了知秋的項鍊 害了我三年 你知道這三年葉知秋 是怎麼過的嗎 啊 你閉嘴 我現在聽見你 你說話就噁心對了 我忘了告訴你 今天去咖啡館的那條路上 這還是地比人王最多的你 你不是為了懷孕什麼都能做得出來嗎 怎麼樣 今天還滿意嗎 許上學你不行 張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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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契 小姐 姜姐 葉嬌嬌準備上咱們醫院做人流 你說什麼 新少軒呢 自從您消失後 她對葉嬌嬌非常冷淡 甚至還憋著葉嬌嬌 把他爸的房產賣了 她怎麼 婷婷 新少玄伤害你够深了 你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放过他 没有妈 我只是觉得 要自己亲自做的事被他抢先了 您先休息 我先去趟医院 你去干嘛 当初我流产所经历的一切 钱交过来你在这儿守着吧 谢谢谢谢啊 谢什么 只是你卖房子的钱罢了 喜少玄 你的公司没有遇到困难 你是故意要我把房子卖了 让我父女俩无价可贵 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钱 相比给叶娇娇 我更宁愿花在一条狗的身上 喜少玄 你这儿属于诈骗 我要告你 去吧 我帮你主律师 但我要让你知道异点 这些年我花在叶娇娇时了解 远不止你到破坑 我 kald my life 这才是这么艺术 她花在叶娇发 幕里眼 很 Us 便艺 帮我料到你 我知道我都说我一夜 我必须要把坑 小许进来一下 兴总 你找我什么事 词人康复中心的合作为什么终止 不光是词人 还有四家合作方也在了解 兴总你今天还没开新闻吗 网上曝光了一些您的负面材料 负面材料 联系公关部撤销新闻 再让法务部准备 小姐 新少圈已经找到那个女孩了 准备了一百万诗粮 另外 新市集团九个合作方 也已经准备跟他们解除合约 让我去约一下新少圈 让我去约一下新少圈 今年的新市集团股东大会 我要让新少圈彻底约下级约 少圈啊 哥可真不是个东西 为了个女人 竟然敢跟我动手 这样 我提我哥 要不我还是说 还是你懂事 嗯嗯 这次带你出来赚钱 请问你 是者 一本 三本 参加 这个 谢谢 这是 参加 谁 嘴 这次 咱们 请问 itas 我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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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佔10%的股份 你真是高看我們啊 我這邊沒什麼問題 我就是砸鍋賣鐵 我肯定把這錢給湊出來對不對 我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在新市集團有 一少人現在正 沒流動資金啊 那算了吧 啊不是張總這樣您看 嗯 隔壁讓我做 這樣 把新市集團12%的股份 我買一下 投入到新公司 怎麼樣 啊行都聽張總的哈哈哈哈 那 簽合同嗎好好好 來趙總 好 我的事情辦完了 我讓你們建一個人 建一個人 葉知秋 我沒有 你你不是 不是死了 抱歉讓你失望了 沒有 你活著我當然很高興 但是 小姐 接下來的事情 你們詳細瞭解 你們詳細瞭解 小姐 金龍集團千斤 秦田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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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總 您和我認識的一個人 長得好像嗎 秦總 您搭訕的方式未免也太老套了 絕對不是 我是說秦總 認不認識一個叫 葉知秋的嗎 不認識 怎麼 你跟他關係很好 啊沒什麼 是我女朋友 後來分手 王總也認識啊 是吧 啊 哈哈 對對 那秦總 你們先聊 嗯 我先去打個盤 您口中的葉知秋 為你多像 啊 其實 就這樣啊 那我有個不情之情 我知道秦總 願不願意幫我啊 秦總開口 覺得你 最近嫁給隨心隨的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 过我几天能懂 这叫什么问题啊 秦总 绝对没有问题啊 我请 天 我一定会做好 一个男女 应该做的所有的机会 那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让我们换个地方喝一杯 我跟你说 你和叶之秋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 要不是张总 我真的以为你就是叶之秋 那他现在人在哪 他被新绍轩和叶娇娇逼死了 那他的死 和你有关系吗 有有那么一点点 也就一点点 我就是想和他睡觉 我骗他 新绍轩的肝脏有有问题 可是这女的是真的很啊 他拿刀想杀了我 新绍奇 有这些证据在手 够你吃十几年老饭 啰 taste 声音和相貌都一样 你竟然还全职 真是你 你知道我有多想象猎吗 别错了 你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听叶娇娇 那个女人的鬼话 你不該以前那樣對你 我發誓 送給我 師兄 你為什麼 我不是您口中的人 另外我男朋友馬上就到了 說什麼 你不是師兄 不可能啊 可你的相貌和聲音都 請你控制下情緒 你來 啊 星少圈 你攔着我女朋友幹嘛 你女朋友 他是葉知秋你女人已經死了 他叫秦婷婷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知秋我真的知道錯了 你在一起是為了報復我對吧 好嗎 我 你家動我女朋友向你示範 他是葉知秋 他是我女人 所以 與其說是股東大會 你又說是霸道 罷免我在新市集團的所有職位 不讓我參加集團的經濟 是嗎 新总 现在公司经营不善是由你个人原因造成的 很抱歉 那以后谁来管理公司 我们会让新少奇来管理公司 他什么都不懂 公司那他手里就毁了 新总 以你现在在公司的股份 没有权利决定能让谁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职位 你们可以找一个职业的经理人 新少轩 你是有多恨我 我们可都是有集成权的 你闭嘴 董事长去世 现在公司我的股份 按照公司规定 我可以引咎辞职 新总 据我所知 你手里的股份不是最多 新小姐 这是我公司内部的事情 还麻烦你内部的事怎么了 我也是股东 而且我手里有新四集团 两个人都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怎么办 怎么可能 新总 按照公司章程 我有权指动新的公司负责人 以后新四集团的新总裁 就是新少奇了 陈陈 谢谢 你是我男朋友 帮你帮谁 新总 麻烦你现在收拾一下自己的办公室 不过少奇就要去工作了 丁 conflict 好 丁達 他령 迷世 我 快 你 不要 Neder小姐 你 ACT 李先生 几乎 还记得姐 好 很好 不敢说实话是吧 从现在开始 一辈子不过 你先跑别走 不行 处理完合同就得回去了 比个晚上吗 新少期 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个男朋友了 那个天 请请请请请走 我喝酒了 我喝酒了那个说错话了 你别生气别生气 新少期开门 我有话问你 我没生气啊 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这样 你们先聊 我去洗个澡 今晚给你表现 啊好好好 新少认 你来找我干什么 今天那个叫秦甜甜的女孩 是不是叶之秋 我都和你说她不是了 那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还是施新疯啊 不可能 他手里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有奶奶留下的百分之二十八 除了叶之秋 没人能集成 她是晴隆集团 董事长的女儿 晴隆集团 一根小手指 就能捏死兴世集团 他怎么可能是叶之秋 晴隆集团 没错 新少许 你是不是觉得 我找了一个 有本事的女孩 把公司从你手上抢回来 你觉得幸福不舒服 所以你就天天缠着甜甜 原来你也是个甜稿嘛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只想让迟秋回来 只要他能回来 我就算捡垃圾 就算要饭都没问题 人都死了 你想这么多有什么用 小琪 你有客人啊 嗯没事 他马上就走了 是吧新手续 秦小姐 我想问问您 认不认识一个交易之情 不好意思没听说过 新总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 我会上纸要睡觉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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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太美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滚开 田田你怎么 如果我刚才不这么演 新绍轩会轻易离开吗 你是怕新绍轩看出端倪 知道就好 你要是真这么饥渴 就出去找别的女人 别打我的鼓 不是 田田我 新绍齐 好好给自己多载些材料 我要让你后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堵 秦总 您醒了 您怎么 今天夜班 我站好最后一班纲 明天就走了 您放心吧 对不起啊 我收回之前的话 我自己的错 不该前往于你的 我本身也想回老家了 秦总 您还是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丁小姐离开这段时间 您精神状态一直不好 你说什么 知秋离开只是一段时间 郑辰 你现在立刻去监控室 把知秋去世那天所有的监控都给我调过来 秦小姐 有时间谈谈吗 张伯 你先去忙吧 秦总想谈什么 谈谈过去吧 我认识一个叫叶之秋的女人 她很爱我 她因为我的自负 把她所有的珍惜都当过了花 她都跟我四两年 我不但没有迷途吃饭饭而已 你才知道她去世的那一天 我才知道 是我爱死的她 只有你吗 我听邵琪说 还有个叫叶娇娇 如果我选择相信她 谁都没有办法拆散我们 所以和其他人无关 试者已是 秦总请节哀 有空长去看看她们 我去了 我去看她 我把她的粉一点一点地抛开 但里面是空的 秦小姐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这么话 本来还想瞒你一段时间了 想着收复了新世集团再告诉你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 志秋 真的是你吗 志秋 怎么 我现在承认了你反而不相信了 志秋 这都是 少萱 你想重新跟我在一起吗 想 好啊 我可以答应你 答应让你做我的情人 以后我和新少奇结婚了 你就当我的小三 你说什么 怎么不愿意啊 之前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不就心心念念想着叶娇娇嘛 那以后我和新少奇结婚了 我也可以这样想着你啊 你是在报复我对吗 叶志秋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小萱 好熟悉的语气啊 我听你这种语气听了三年 你现在竟然还敢这样跟我说话 梦中的一寸有一寸 将我的心宽传有一番有一番 打出来一半 让我能保证 志秋 我愿意接受你的试探 无论你试探多久我都愿意 直到你回来的那一天 真的愿意吗 我愿意 之前是我对你不好 我一定可以等到你回来的那一天 我们深情的对望 我们故事还长 我愿意 用你住室远藏 把你搁在心上 让我每一同年想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堂堂新家大少爷我 让我搬回来 真是不可思议 别那么多疯狂 楼上第二个世界 我要住第一间 突然我就搬 那是我的 你别又走 是你让我回来住 还有 我现在是心事急着 你只不过是个洗衣服做饭 洗药部的 新少奇 对不起 我说错了 你洗不了药部了 因为你的孩子 打 等我就搬走 我可不在了 谁知道你们最后把我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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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事集团现在所有的业务 都已经被清风清闻接受 只要您一句话 新事集团就可以彻底消失 不着急 不着急 小姐 张伯 你有话就直说吧 刚才 我看见你抱着新少轩的时候 我哭了 难道你真的是 你想多了 才让我失去了孩子 甚至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你会这么轻易帮过去吗 没事 对我做的事 死生一万次都不够 喂少奇 什么事啊 好啊 那我一会儿就收拾行李 反过去给你一起做 来甜甜吃走 这香菇没熟透 别吃了 新少轩 你筷子都用过了 怎么还放甜甜碗里 你不知道香菇没熟透 会中毒啊 放我屁股 吃了好几口了 怎么没熟啊 怎么没熟 你跟我过来一下 有什么问题当的可见面 他是我女子 我让你搬回来 就是为了和你多目相比 你要是再对我多大 你就玩你 你就怎么样 把我赶出去啊 不想让我重头说 老子大不了技术主义 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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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住这儿吧 懒得身前让我回来住 你是死活活 现在你就想让我回来住 你可会 求我 求我 跪下求我 新少奇你别太过分 过分怎么了 你愣着 你愣着 跪下求我 我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啊 你让少奇搬回家里住 这样我也能搬过去 你每天就能见到我了 好 我知道了 是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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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 辛總你這是在 剛才東西掉了我撿著啊 少奇你該去公司看看了 好我這就去 這就去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事情 都說都錯 大事就不好 像現在這樣 你還準備裝多久 這就三年 三年後我就重新跟你在一起 很好過日子 你還吃的核桃給你包了 二仙哥你也在這 好可愛呀你買的 葉嬌嬌 你在這干什麼 我在家附近便利店打工 你要買什麼我幫你買 我記得我跟你說過 別讓我在海市看到 少萱哥我真知道錯了 你放我和我爸一條深路吧 我放過你你放我志秋了吧 可葉志秋還活著 沒有什麼可怕的 活著 即使活著又怎麼樣 我的生活已經被你給毀了 葉嬌嬌 滾出海市 別讓我再看到你 否則 不會有 秦少萱你就是個懦夫 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是你選擇相信我不相信葉志秋 到處來你全都怪在我頭上 你就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我走了 你也不會有好下場 你也不會有好下場 清董 檢查結果出來了 結果怎麼樣 初步判斷是肺心病 也就是肺原性心臟病 跟董事長當初的病症幾乎一樣 你很重嗎 目前建議手術 保守治療的話 效果不太好 手術風險保守治療的結果呢 手術成功率不到一半 如果保守治療 恐怕最多還有一年時間 張晨 我求求你幫我想想辦法 我不求活太久 三年就夠了 清董 您這是 再活三年 熬到和志秋結婚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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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伯 小姐您回來了 爭議的怎麼樣 差不多了 新少奇 如果貸款 我們將以職務侵占起訴 他如果借錢 我們將以非法集資起訴 加上他之前犯的罪行 加在一起 應該夠在下文貝子 別來監獄 您現在說啊 恐怕再想報復新少圈 就難了 你其實心裡 還是有他 哎中總 哎對對對 我現在在和那個 晴隆集團董事長的女兒 纏聯 我啊準備和他辦一個 那個世紀婚禮 對 那個 就是 想和您 這頂錢 喂 喂 這公司我怎麼運轉的起來 這晴甜甜也是 一開口就行了 你借不清 你是 少奇哥 嬌嬌 你在幹什麼 少奇哥 我聽外面的員工說 這家公司的實際控制 是 是晴甜甜 你就是那個傀儡 誰說的 誰說的 你在聽人胡說八道 我跟你說啊 甜甜只是個股東 管還是我管 你到底來幹什麼 沒事趕緊走 沒有工夫跟你先扯 也沒什麼 我來就是想跟你說 晴甜甜 就是葉知秋 怎麼可能晴甜甜就是葉知秋 我都問過了 他當然不會承認了 因為他就想報復 不光是你 還有我 我 他讓我以個人留意待 還說什麼 職務侵占 金少奇 現在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趁他動手之前 讓他死 讓他死 這就是你的計劃 你知不知道他現在是情龍集團的千金大學 你自己想死別拉上我 你別不信我 葉知秋明明一隻手就可以把咱倆捏死 他為什麼沒有 因為新少軒 新少軒才是他的目的 你意思是 新少軒知道他是 那怎麼讓我回去 誰的 這還用說嗎 肯定是葉知秋啊 所以啊 現在啊 我們只要把新少軒給綁了 葉知秋肯定會自亂陣交的 行 就要你說的吧 天天 你終於來了 天天 怎麼 錢湊齊了啊 那個銀行已經申請下來 最晚這週就能達 來這樣 呃我們 喝一杯我從 綁國進口的紅酒咱們慶祝 嚐嚐吧 好 哎呦 新少軒 你在幹什麼 哎呦對不起天天 那個我我不是故意的 我向您道歉 啊 我向您道歉 幫助你吧 您那些 可以 你怎麼知道我 這不可能 你們太不了解知秋了 她不會那樣 可是她原來不就是 好了現在別接受這個事情了 辛少軒 既然今天來了 就別想走了 葉嬌嬌 我记得我和你说过 如果再让我再还是看到 你 我们这么多人 我还能看你 实话告诉你 只要抓住了你 叶之秋就会投鼠忌气 我看他还怎么对付我们 投鼠忌气 指的是打老鼠 怕砸坏老鼠身边的气 这个前提 是轻悟是耗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气务本身就是坏的用力 许少轩你在讲什么 你就知道他讲什么 许少轩你别吓唬 你身体能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呢 小姐 怎么了张伯 有件事你听了之后 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放心吧 经历了这么多 还有什么事能让我失控 许少轩 正在医院抢救 许少轩 直兄 哦不 秦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会这样 谁伤的你 你现在是在关心我吗 我问谁伤的你 不知道 可能得罪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吧 是新少轩的叶家将对 这有那么重要吗 不许少轩 你还想让我原谅 最好没有事情瞒着我 放心吧 人我已经都替你解决了 以后不会有人在找你办法 秦总 楼上他来好多警察 现在正在找您 入口 真是独播的决定 终于来了 我却不想让你 你现在是秦宏集团的大集团 没有能力善待新世集团的人 请你看在奶奶的份上 善待自己 新少轩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不是 新少轩用你的手机给我发消息 知道我是你 但我还是前 对 和叶九角心里能混在一起 想绑架 然后威胁 但他们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高兴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们说 心里仍然还有我的位置 好在 人物都已经听你解决了 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新手气和叶九角了 如果我不这么做 他们还会追 只求 对不起 我也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 可是你欠了我 如果有下辈子 定好会 不管 我都会对你不许致 好想 不许致 不许致 你就是个车头车尾的傻子 不许致 不许致 你怎么就这么自私 从来不为我自己想想 从来不为我着想 四少 啊 这一封信 是星总为了 他让我叫给他 不许致了 再有效果 没事 其实星总也有他自己的朋友 星总之后 星总得了肺病病 但他一直不可遂受首饰 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活过三年 等着再一次和你领证结婚 一夜忙吧 人家回去了 今晚还得去 烧死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让你笑我了 对 没事 其实星总也有他自己的苦衷 什么苦衷 迎走之后 星总得了肺心病 在他一直不肯接受手术 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活过三年 等着再一次和你领证结婚了 在原地 你先忙吧 我先回去了 今晚还得吃饭 志秋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不在了 你在衣柜里藏的东西 在你离开的那点 都在远够看 不再替你抱回叶佳佳的 抱回欣赏气 你当不知道 这些都是我的 对不起 是我辜负了二十几年 是我没珍惜和你在一起的人 也许没有 这怎么回来了 这事刚好 请都出开遇到你 不信任我